花蓮市民代表会的副主席李正伟 学同的市民代表姜如玲、黄达翔 还有柯妈妈肉重的负责人柯宏德 在端午节前夕赠送了550颗粽子 还有饮料给花蓮市清洁队 慰问队员们的辛劳 市长温佳雪很感谢代表会 还有很多的企业社团的关心和捐赠 让亲业队的弟兄在沉重的工作压力中 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一香香热腾腾钢蒸好的粽子 送到了花蓮市清洁队部 还有清凉的运动饮料可以消暑解渴 这是花蓮市民代表李正伟 姜如玲、黄达翔 还有柯妈妈肉重负责人柯宏德的爱心 希望在紧张的疫情压力之下 可以给清洁队员们更多的鼓励与支持 防疫期间 我们花蓮市公所清洁队 相当努力的来替我们市民在街道 跟或是住家附近社区当中 来做消毒的动作 那相当的辛苦 那在代表会的部分 都会来持续的关心 我们清洁队所有的队员 那也期盼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抗疫期间的过程当中 我们市民能言遵守 我们防疫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那除了是保护自己以外 也是保护我们的家人 我叫慈善协会 那每一年在这个时候 都有包爱心漏众 都将近一万多个 可是今年疫情的关系 那直五县就停办了 今年的爱心漏众 那我很感念说 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 对我们这次的疫情这么辛苦 只要地方上有任何的信息出来 马上就做消毒 那我个人本人就是想说 直五县今年没包肉粽 那我今年个人自己 我自己发去买了一些肉粽 来慰问我们这些辛苦的清洁队员 市长吴嘉贤特别感谢代表会 还有许多企业社团的关心与捐赠 让清洁队员们在沉重的工作压力下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特别谢谢我们李政委副主席 江陆明代表 那捐赠肉粽 那还有我们黄达翔代表 捐赠我们饮料 给我们清洁队员来慰问打气 那也谢谢这段时间 有非常多的一个单位 那捐护目镜 捐清炒茶 那也捐防疫茶的部分 那我们真的要非常谢谢 这么多的一个善心单位 那看到我们清洁队员的 一个辛劳跟辛苦 那我们可以看到 清洁队员除了要 日常的一个工作之外 那现在增加了消毒工作 真的对他们工作量来讲 真的是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那加上最近极端气候的一个变化 常常会有急降雨的部分 那我们这些队员都是要时常待命 所以特别要呼吁所有的民众 出门的时候请务必丢垃圾 务必要戴口罩 那出门的时候也一定要戴口罩 当我学假期到来 市长威嘉全还有多位的代表们 也呼吁乡亲 大家不要跨区移动 宅在家里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关怀 介络会欢迎室报道